Dino Hunter Dino Hunter Hello 大家好 今天介紹的這款遊戲叫做 Call of Mini Dino Hunter 是一款出現在移動裝置 手機平板等的射擊遊戲 我們就來看看 畫面 是採用可愛的風格 內容可是標準的硬漢射擊遊戲 玩家將要扮演我們的恐龍獵人 對抗在原始叢林 或者是火山噴發狗 以及懸崖峭壁中 來對抗來勢洶洶的恐龍 那我們就選擇這一關給大家看 遊戲操作方式採第三人稱射擊遊戲 那我們可以看到左邊是我們的 控制搖桿 我們可以控制人物的移動 右邊這邊呢 我們其實可以點擊畫面的任何一處 我們可以選擇視角的擺動 那這個紅色圈圈呢 我們可以選擇發射 發射或者是移動視角喔 那右上角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限制喔 就是他其實每個武器都有自己的 子彈數量限制 那我們就是要拿起我們的武器 來對抗這些恐龍啦 喔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關的魔王 你可以看到魔王 他其實是非常大隻 並且有壓迫力的齁 喔 我被攻擊了 那其實我們在這 喔 等一下喔 那其實這邊 右下方 這邊的話 我們右上方的這個 旋轉鈕阿 他其實可以變換武器 那一般來說 玩家在 在遊戲中 都可以裝備三種不同類型的武器 包含 弓 槍 或者是說 近戰的武器等等的 那這個是近戰的武器 我們可以用近戰的武器 或者是遠距離 依照 現場的戰鬥狀況 來進行更換喔 那當然 對抗這種 魔王 我們還是 先遠攻 那這邊的話 技能 我們可以施展我們的特殊技能 施展特殊技能 可以使我們的人物 攻擊力 或者是移動速度加倍喔 那遊戲其實 可以看到 他其實雖然 就像我一開始說的 他是可愛風格 可是他其實 他的魔王戰 是非常的 不容易去攻擊的 而且這個暴龍他非常的有玻璃喔 他 要非常的小心 不然在一瞬間 我們就會遊戲失敗了 喔 擊敗了 那擊敗之後呢 我們就會 會 得到金幣 以及 一些 素材 這些素材呢 可以強化我們的武器 那或者是裝備喔 那我們朝向頂級獵人的行列 那在村莊中呢 我們可以升級我們的技能 那甚至是說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可以升級 購買新的武器 裝備 以及 或者是升級我們的武器 那武器的選擇有非常多種啊 玩家可以在這邊好好的轉眼喔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把我們的 一些資源拿來升級我們的技能 技能就是我們人物的特殊能力啦 那也可以在 等級升高之後 我們也可以學習到一些比較特殊的技能喔 當然我們也可以 購買新的角色 購買新的角色呢 每隻角色都會有不同的專屬技能可以使用 那這一款恐龍 這一款恐龍獵人 Dino Hunter 他也支援我們 支援線上的合作模式喔 線上合作模式的恐龍會更強 那寶物呢 也會更多 快來跟我們的線上好友一起 度過重重難關吧 喜歡的朋友 玩家可以點選我們影片 右下方的官方下載 來進行下載 喜歡射擊遊戲的朋友們 千萬別錯過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離開 影片 好